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呢要来教大家如何在iPhone上面 把Live Photo也就是原框照片 或者是影片转成GIF档 你可能会想说为什么要搭配周章 把影片跟照片转成GIF档呢 原因就是因为不管是在LINE啊 或者是iMessage里面 都可以直接传送这个GIF档 它就会形成一个动画 因为大部分我们在传送影片的时候呢 你都必须要点击之后 它才会开始动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是用GIF档的话呢 它就会直接开始动啰 所以我们今天呢会示范 第一个就是利用iPhone上面的Live Photo 也就是原框照片 第二个是用影片来制作这个GIF档 那如果你还不知道 原框照片是什么的话呢 我来示范一下 要在哪里看一下 你拍的是不是原框照片 先打开你的相机 然后这边呢 右上角有一个很多圆圈的这个按钮 对不对 你按一下这个 它就会出现已关闭原框照片 然后再按一下呢 它就会出现原框照片了 那原框照片又是什么东西呢 例如我现在拍一张这个原框照片 然后我们进来看到这张照片 它其实是会动的喔 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 它拍了好几张照片 让你事后呢可以来做选择 像你可能会发现在iPhone上面 这样子滑照片的时候 它都会动一下对不对 这个动一下的动作 它其实就是原框照片的功能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动的过程把它转成GIF档 另外想要透过今天的方式把影片转成GIF档也是没有问题的喔 那这个强度的部分可能大家就要调整一下 可能在3-6秒会比较适当 而且今天呢我们要利用的是iPhone上面一个内建的程式叫做捷径 那如果你不知道捷径什么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iPhone上面强大的工具库 它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包含今天我们要把这个照片转成GIF档也是没有问题的喔 所以现在呢就去找出你iPhone上面捷径这个APP 先把它打开 然后里面你会看到这个画面对不对 今天呢我们要先按到这个第三个叫做捷径资料库 点进去 接着呢你应该就会看到上面有一个搜寻栏 我们在搜寻栏上面打GIF 偷偷告诉大家 其实我在录这部影片的时候 我先上网去查了一下这个字到底要怎么念 那在搜寻结果这边呢 往下滑看到倒数第三个结果叫做MAKEGIF 这个MAKEGIF应该会是一个粉红色的 点进去 里面呢就会有一个加入捷径的按钮 那大家不用担心说里面会有毒 因为这个是Apple他们自己写的 所以我们现在按一下这个加入捷径 它就会出现已加入我的捷径 所以现在呢按一下第一个这个我的捷径的按钮 点进去之后呢你应该就会马上发现这个MAKEGIF 就在你的第一个位置 那现在我们按一下这个 然后它上面写说这个MAKEGIF想要取用你的照片 那我们就选这个好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制作这个GIF档啰 点一下这个 里面呢你就去选你想要制作成GIF档的原框照片跟影片 例如现在呢先选一下这个原框照片 点进去 然后它就制作了 这边制作好之后呢它就有一个完成的按钮 就点一下这个完成 这样子它就会存入你的相簿了 另外呢也可以把影片制作成这个GIF档 一样就是点这个 里面你就去选择影片档案 影片就是右下角有时间数字的这个就是影片 点一下这个影片 它就会制作成GIF档了 然后接着呢我们到相簿里面去看一下 所以它这样子就会变成一个GIF档 然后另外呢我要来教大家怎样制作来回播放 或者是循环播放的一个GIF档 首先我们去打开相簿 然后去找到一张你的这个原框照片 接着由下往上滑 它就会出现这个效果有没有 然后下面有循环播放跟来回播放 那例如说我们现在选循环播放 选好之后呢我们就一样到刚才的捷径里面 捷径这边 然后我们就按这个makeGIF 然后去找到刚才那一张原框照片 然后这样子就制作完成啰 它是一个来回播放或是循环播放的这个GIF档 这样子制作完毕之后呢 你可以在任何的对话视窗里面 直接传送这个GIF档 例如说我现在传我这个 它里面都会标示说这个是GIF档 我就可以直接传送 那一般的影片它都是需要 另外按播放键的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差别 就是一般我们在传送影片跟GIF档 就是有这样子的差别 影片的部分就是通常都要点进去 它才会播放 但是GIF档呢 因为它其实就已经等于是一个 会动的图片档了 所以它传送出去的时候 它就会自己开始动 所以这样子呢 如果你想要跟你的朋友分享一些 好笑的事情啊 或者是梗图的话 都会是一个比较直觉式的分享方式 然后另外呢在iMessage里面也一样 就是如果你直接传这个GIF档 它就会直接开始动了 所以就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GIF制作教学就到这边 不知道在我们顺利的制作出GIF档呢 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另外呢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学iPhone教学的话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